清水休息站南下北上车辆进进出出 停车位已经全满 有爸爸抱着孩子一下车直奔洗手间 也有人饿坏了准备到商场逛逛 中秋又有很多人回南部 又到处去玩 7点从台南出发 从台南出发 路上车况怎么样 车况目前看起来还蛮平顺的 大概可以跑到100公里左右吧 就怕塞车驾驶人选择提早出门 也有人避开地雷路段 连加四天大家不忍了 到处都是暴富性出游的人车潮 也让国道清水休息站生意抢抢棍 业者统计这四天来客数 总共有六万人 达到一千两百万的业绩目标 营收夺下全台休息站之冠 重新回到国道经济母的宝座 过去的中秋假期 因为室内没有梅花座 融流人数跟隔板等限制 业绩都可以抓到一千六百万 虽然今年没有去年好 但相对于端午廉价期间 休息站封闭不营业 已经有陷阻成长 九两天在警察台中采访报道